经常外食的民众可以明显感受到 现在物价真的变贵了 一餐100元穷了日常 但阴阳午餐在这个学期调整之后 一餐也只有50元 也就是市价的一半 台中市一元无敏机 上午在市议会就要求市府夹码补助 让孩子不仅吃得饱 也能吃得好 这个大概100左右 100左右 对85到100左右 这个呢 差不多 鸡腿便当一个要价100元 连其他便当也要八九十块 市议员无敏机买了三个便当 要副市长猜猜要价多少钱 经常外食的副市长轻松过关 但这也反映了一个便当近百元 营养午餐发包价相当市价一半 就怕成长中的孩子吃不饱 100块的便当 等一下我这个是从 大概我们孩子 他的这个营养午餐里面 把他装到我们的便当里面 100块 那我们现在如果这样50块 还加上 如果抽胸 如果有三张一Q 他会再补助10块钱 60元对100元 这样我们孩子要怎么吃到100 吴敏记强调自己曾做民调 8成以上家长愿意使用者付费 为孩子多负担一些费用 营养午餐也从一餐45元调涨为50元 但只调一成够吗 这一年来物价调涨超过三成 家长他现在调涨了5块钱 我们市府也来补助3到5块钱 民调为孩子发声 争取市府再加码补助 让校园营养午餐不仅可以吃得饱 更能吃得好 市场上现在的价格 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 那我们现在营养午餐 因为它是量比较大 量比较大 当然相对的 它的价格也会比较低一点 但物价上涨也是个事实 那我们想说是可以研议 怎么来做 在预算可能的范围之内 要怎么来调整 议员争取营养午餐加码补助 市府强调会是财政状况进一步研议 让孩子吃得更健康